如果你变成腐化泰坦 在我的世界里将如何生存 本期视频我将化身腐化泰坦 在接下来的一百天里不断成长并战胜我的宿敌 第一天 我还是一个瀕临毁灭的婴儿声波泰坦 对我如何或为何出现在这里毫无记忆 就在这时 一个吉他声波人突破了我身后的墙 庞大的泰坦追了过来 但在他靠近之前公爵夫人出现了 使用可怕的激光攻击公爵夫人击倒了吉他声波人 他试图反击但最终遭遇了毁灭 利用他的黑暗魔法公爵夫人诅咒了我 将我曾经虚弱的身体转变为一个腐化的声波人 我现在多了五颗星并获得了新的力量 一支 由大声波人组成的军队到达现场 军队向我冲来 我为战斗做好了准备 第二天 我利用新的腐化力量对抗成群结队的声波人 手持腐化的声波术 我一次又一次的击倒了力量 但他们波涛般的继续攻击 我被他们的数量压倒了 我正要发动另一轮攻击 声波人出奇地开始逃跑 我抬头看到上方形成了一场巨大的风暴 声波人们逃命 飓风降落时将他们吸入龙卷风中 公爵夫人和我试图逃跑 但我们也被强风卷走了 公爵夫人和我试图逃离风暴 但无济于事 我们无法抵抗他猛烈的风力 风暴将我们抛向不同的方向 将我送向未知的地步 第三天 我撞在地上 旁边是坠毁的宇宙飞船 风暴虽然让我受到重创 但多亏了我的新力量 我勉强幸存下来 我走向飞船 当我靠近时 所有灯光突然变成了紫色 宇宙飞船开始超载 飞船解体 变成了一个凶恶的黑洞 开始吸入周围的一切 第四天到第七天 我在与黑洞的强大吸引力抗争 我迅速跑到附近的墙后躲避 但握流的力量太强 将我和墙一起从地面上拽了出来 拉近了其中 我很快穿过黑洞 降落在一个前所未见的黑暗领域内 我低头发现一个摄像人也和我一起被卷入了这个领域 在我来得及反应之前 一只黑暗生物在我们旁边升起 怪物向前扑来攻击 小摄像人则惊慌失措地四处奔跑 我运用腐化的力量与敌人搏斗 我们势均力敌 但突然间 黑暗生物开始恐惧地逃跑 我转身发现之前的摄像人正在空中悬浮 吸收奇怪的紫色能量 摄像人变异成了一个巨大的黑暗泰坦 他将视线转向我 我拼尽全力快速逃跑 第八天到第十天 我在黑暗领域被这个可怕的黑暗泰坦追逐 他利用黑暗攻击 从地面及周围召唤触手 我在逃离时尽力躲避这些可怕的处须 不幸的是他出其不意地将触手召唤到我的面前 导致我撞上他们 被他们粘稠的触手抓住 黑暗泰坦逼近 当我挣扎着仕途脱身时 我瞄准了我们上方的一个悬崖 发射我的腐化光束 使得岩石坠落并击中黑暗泰坦的头目 这使他昏厥导致他的触手消散 让我得以继续逃跑 我设法逃出一段距离 直到被地面上一个巨大的裂缝阻止 我从一个平台跳到另一个 试图逃离追捕我的泰坦 遗憾的是黑暗泰坦很快就到了悬崖边 泰坦召唤更多触手 而我继续从一个平台跳到另一个 更糟糕的是黑暗泰坦使用他的激光眼 攻击我即将跳至的下一个柱子 地面在我脚下崩塌 使我坠入下方的深渊 第十一天到第十四天 我落在裂缝的底部 多亏了我的腐化装甲 我依然以低健康状态存活下来 更多的触手从地面冒出 我勉强用我的腐化光束将它们消灭 黑暗泰坦试图用触手击中我 但我机智地逃脱了它的掌握 我深入裂缝希望能够逃离泰坦 但更多的触手继续在我周围冒出 不久后我遇到了一堵触手墙阻挡我的去路 我用腐化光束击打阻挡我前进的怪物触手 迅速清理出一条通道 我勉强避开了更多的触手继续前进 正当我以为我可能取得一些进展时 我很快发现自己处于死胡同 在我能逃脱之前 更多的触手出现将我逼入一个角落 就在这时 黑暗泰坦本身从阴影中的致命触手中现身 第15天到第17天 黑暗泰坦差点要击败我了 直到我发现我脚下地面的一个弱点 我重彩弱点 导致我们两个人下面的喷泉喷发 我们都被从裂缝中弹了出来 我能够安全着陆回到地面 但黑暗泰坦则被高高抛向空中 当它重重落地时 跌落的冲击让它眩晕了 我用我的腐化光束攻击将它打倒 我走向弹坑 看到摄像人已经失去力量昏倒了 我吸收了它的腐化力量 变身成一个更大更强的形态 我的生命值增加了五颗星 获得了新的腐化电吉他能力 第18天到第21天 我回到了正常的世界 发现我的星际马桶盟友正在一场战斗中 钻孔人已经将他们的飞船从天空中击录 我冲入战场释放我最新的能力攻击钻孔人 我用我获得的一切力量尽可能多地削减钻孔人 一个大型钻孔人冲向我 但我用吉他从上往下挥砍 成功将他们击败 我保护了我的星际马桶盟友 周围的地面开始震动 钻孔泰坦从我面前的地板中突破出来 挥舞着他的强大钻头向我袭来 我试图防守自己 我们的力量不相上下 他将自己包围在红色的火焰中 使自己变成了一个更强大的状态 他长出了巨大的翅膀和锋利的牙齿 现在他变成了龙形钻孔泰坦 钻孔泰坦向我冲来 用他的火焰喷射对我造成巨大伤害 第22天到第25天 我被龙形钻孔泰坦攻击 他的升级形态力量加倍使我艰难防御 钻孔泰坦继续用他的火焰喷射攻击我 我能感觉到我的盔甲开始融化 为了自救我撕裂我的吉他 试图将钻孔泰坦从我身边推开 龙绝夫人飞入战场 用他强大的激光击中龙形钻孔人 钻孔泰坦快速飞到空中 以拉开他和龙绝之间的距离 瞬间所有的钻孔人都逃离了这个地区 但龙绝又将他的目光转回到他们身上 他开始对逃跑的敌人发射激光 杀死了落后的敌人 就在这时我发现了一张地图 第26天到第28天 我到达地图所示位置 却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挖掘现场 我细查现场发现三个神秘的巨大宝石 我试图用我的各种能力挖掘或破坏这些宝石 但它们似乎无法被破坏 正到我开始研究宝石的工作原理时 我听到钻孔人的声音逐渐接近 我尝试逃离 但当他们转过角落发现了我 我用我的力量污染了宝石 使其变成紫色 地面开始震动 这足以让钻孔人尖叫着逃离 预示着即将发生的可怕事情 宝石变成了一个可怕的腐化怪物 这个怪物向我冲来 意图当场结束我的生命 第29天到第32天 我与被污染的宝石怪物展开了激烈的正面对决 我们互相交换打击 它用宝石攻击我造成巨大伤害 我试图用我的腐化力量抵抗 但宝石怪物吸收了这些攻击并承受了打击 怪物的攻击无情 形势开始变得糟糕 我注意到挖掘现场有一大块采矿设备 怪物勃然大怒向我冲来 当它处于合适的位置时 我设计了支撑两时期倒塌 一台带刺的起重机砸向怪物将其压垮 所有被污染的宝石同时破碎 下面打开了一个传送门 揭示了下一个被污染的神器 我向下一个被污染的神器前进 但在我能够抓到它之前 龙形钻孔人突然发动攻击 第33天到第35天 我向龙形钻孔人冲去 但它用尾巴抽打我 将我从钻探现场抛飞 我们进行了激烈的战斗 它的力量甚至比以前还要强大 我使用我的电吉他攻击 它再次使用尾部攻击 将我击飞撞到墙上 我注意到墙上的裂缝中涌出熔岩 我跳回战场躲过它的火焰喷射 最终落在它的后方 我用我的吉他攻击 将龙形钻孔人击退到熔岩墙中 我迅速跳回钻探现场 最终抓起了神器 这使我变得更强 获得了五颗星和新的力量 龙形钻孔人被激怒了 飞起来追我 但我使用我的冲刺能力 在他面前出现并彻底击败了他 就在这时 我从眼角瞥见一个电视人飞走 第36天到第39天 我紧紧跟随电视人 尽我所能快速移动 他飞进一个电视基地 我紧追不舍 随后他引我穿过一扇门 进入一个储藏区 进入后他落回到他主人的肩上 电视女拉动附近的一个杠杆 地面突然震动 一个独特的笼子围绕着我出现 笼子启动并吸走了我的腐化之力 我的力量被抽干后 我缩小回我的原始形态 他向我发射一束屏幕光束 试图结束我 但我设法躲避了 攻击在笼子上打了个洞 我趁机跳了出去 我惊慌失措地逃跑 他在后面紧追不舍 我注意到有一台机器 生产了一些炸药和引爆器 我小心翼翼地躲避 他屏幕发出的燃烧攻击 成功收集了炸药和引爆器 拿到他们后我迅速逃跑 同时躲避电视女的进一步攻击 我在围住我的力量的笼子 周围放置了我收集到的炸药 并准备了引爆器 我使用引爆器 炸药爆炸摧毁了笼子 露出了下面的力量之池 我一跃而入 接触到力量池的瞬间 我立即恢复到更大更强的形态 我向他冲去准备给他致命一击 但不幸的是 电视泰坦突然从仓库的天花板破门而入 挡在了我的路上 他突然从屏幕上发出 一束明亮的红光射向我的脸 我的视线模糊 我被送入了恍惚状态 第四十天到第四十三天 我发现自己在一个被电视包围的房间里 天花板上甚至有一个巨大的电视 天花板上的屏幕突然亮起 电视泰坦出现了 我用我的力量试图打破墙面 但我只是伤害了我自己 我寻找另一种出路 我注意到地板上有一系列的电源箱 我用我的力量污染了它们 导致所有电视的屏幕都变成了紫色 我醒了过来回到了现实 面前站着真正的电视泰坦 第四十四天到第四十六天 我与电视泰坦发生了冲突 他对我使用了红色屏幕攻击 逐渐磨损我的护甲 我用腐化的吉他反击 我们势均力敌 我试图用吉他进行重击 但他成功躲避了 他有着坚不可摧的神经 我利用我的腐化力量飞进了他的系统 他的屏幕变成了紫色 在他防备不及使我发动攻击 最终将他击倒 他倒下时掉落了下一个神器 我拿起他获得了五颗星核心的力量 我离开了大楼飞过宫中 突然我被时光攻击击中摔到了地上 电视女和一个巨大的钟表泰坦 出现在我的面前 第四十七天到第五十天 钟表泰坦冲过来逮捕我 他对我使用了强大的时光波攻击 我利用我的腐化冲刺能力 躲避了他的后续攻击 同时进行了反击 我正要用吉他进行高举重击时 电视女用他屏幕上的灼热攻击打断了我 这时钟表泰坦停止时间将我定格在原地 我即将被他逮捕 但一个巨大的磁铁马桶帮助我 他干扰了钟表泰坦的能力 让我能够再次自由移动并全力反击 在磁铁马桶的帮助下 我们能够削弱钟表泰坦 但我很快注意到电视女正试图逃跑 我追他直到我们远离战场 就在这时他从一个有力位置突袭了我 他利用他的屏幕能力灼烧我的身体 就在他准备再次攻击我时 我们俩都被时间冻结了 黄金石钟泰坦从天而降 凭借他对时间的掌控力 黄金石钟泰坦轻松将我传送出了该地区 第五十一天到第五十四天 我醒来时发现自己被锁在钟表城的一个笼子 面前站着黄金石钟泰坦 他利用他的时光力量将我带回到一个回忆中 让我看到了真相 从第一天起我就是一个小声波人 其他声波人在我身边 到处都是火焰 第五十五天到第五十七天 我探索了回忆寻找真相 我认出了第一天的战场 但联盟却在保护我 我像第一天一样濒临毁灭 我的记忆很模糊 其他声波人冲破了附近的墙向我走了 突然间公爵夫人介入了 他用他的激光将他激倒毁灭了 就在此时我恍然大悟知道了真相 警报在我周围响起 时钟城受到攻击 第五十八天到第六十一天 马桶大军入侵了时钟城 他们以为我在被时钟人攻击 黄金石钟泰坦试图击退他们 一个接一个地用他的加特灵枪和极其强大的剑消灭 一切似乎都对他有利 直到公爵夫人介入 他们俩展开了激烈的交战 他激烈地向他冲去 但黄金石钟泰坦能够飞过他的头 从后面用他的剑击中他 这一击并没有造成足够的伤害 他抬起头用意外的激光攻击击中了他 这一击足以让他完全眩晕 黄金石钟泰坦迅速屈服于他的伤势 倒下时掉落了下一个神器 公爵夫人捡起他 用他的激光融化了我的笼子的栏杆 在我能采取行动之前 公爵夫人将我们俩传送走了 第62天到第64天 我出现在一个实验室里 下面是一种奇怪的装置 公爵夫人将一个腐化的神器放在机器里 我随后冲进去将公爵夫人推开 我用我的力量试图自己停止机器 幸运的是我设法破坏了他 然后获取了神器 获得了更多的新和新的力量 他启动了一个警报来呼叫援助 我在他的卫兵赶到之前逃跑了 第65天到第67天 我试图找到一种方法逃离这个设施 以免被星际马桶抓住 我来到一个岔路口 其中一个方向传来了敌人接近的声音 我用能力让瓦力坦塌挡住了他们的去 然后跑向另一条路 这条路把我引到另一个房间 房间里只有一个带有破损控制台的传送店 我用房间里的废料修复了控制台 就在星际马桶接近的关键时刻修好了它 我用腐化能量注入控制台 能量开始流动传送店启动了 我立即被传送到另一个地方 第68天到第72天 我重新出现在了我旅程开始时的腐化领域 我试图用吉他撕开一个传送门 但能力没有正常发挥 就在这时一个摄像人突然向我跑来 我仔细一看 意识到这是我从黑暗泰坦状态恢复后就下了摄像人 他名叫卡尔 于是我跟随卡尔去看看他要展示的东西 最终我们来到一个破旧的基地 他在那里建造了一个通往现实世界的传送门 我用能力激活了传送门 我们俩跳进传送门 回到了正常的世界 第73天到第75天 我和卡尔一起回到了现实世界 我们来到了一个联盟基地前 我们正准备继续前进时 突然被电视女士拦住了 我需要营救被关押的泰坦摄像人 我按照电视女士指示的位置前进 发现泰坦摄像人被困在一个笼子里 我走向笼子 但泰坦摄像人突然紧张起来 一束光照在我们身上 把我和泰坦摄像人一起吸进了一个太空飞船 第76天到第79天 我和泰坦摄像人一起出现在太空飞船内 一个巨大的太空马桶走了过来 我用我的腐化攻击进行反击 但他的装甲非常坚固 他的精确瞄准让他用枪对我造成了几次重创 他还发动了一次远程光束攻击 以巨大的力量击中我 太空马桶转向泰坦摄像人 结果被他强大的光束击退 泰坦摄像人把下一个被污染的神器扔给我 我抓起神器获得了升级 增加了五颗星和新的能力 借助神器的力量 我用新能力攻击了太空马桶最终把他击倒 当他倒下时 我知道我正式放弃了就派系加入了联盟 第80天到第83天 我和泰坦摄像人一起逃脱 尝试与联盟的其他成员重聚 现在我只需要找到最后的神器为我父亲复仇 泰坦摄像人交给我一张地图 我拿着地图飞上天空 飞行中我看到一个铅笔人在田野中央锻炼 他完成了第一百个俯卧撑 突然在我眼前变成了泰坦铅笔人 第84天到第86天 我仔细检查了星际飞船的残骸 希望尽快找到最后的神器 我看到一张被玻璃舱保护的纸杖 我使用力量发射了一道强大的腐化光束 飞船的灯光变成了紫色 我成功地侵入了飞船系统 打开了舱门 我正要抓住线索时 一个小小的蝎子突然抢先一步夺走他 第87天到第89天 我追捕着逃跑的蝎子 只需一击就能摧毁他 但这只小蝎子灵活地躲避了我发起的每次攻击 我试图靠近他 但他突然转身朝我发射了一团舞 将我站在最近的墙上 我用吉他释放出一波能量 挣脱了网的束缚继续追击 我瞄准他跑过的一座桥 用吉他攻击导致瓦丽落下 砸在蝎子的路径上将他压碎 蝎子被击败后我夺回了地图 随后我飞上天空抵达地图上标示的地点 发现自己身处一个早已被遗弃的村庄 我四处探索搜寻那些废弃的建筑物 幸运的是我很快发现了最终的腐化神器 就在我要拿走他之前 一个星际马桶爪牙突然落下 抢在我前面拿到了神器 星际马桶抓住了他 腐化神器让他变异成一个可怕的形态 他向我发动攻击 释放出强大的酸性攻击 我尽力躲避 但有一击命中了我 造成了严重伤害 我用腐化能量反击 第九十天到第九十二天 我继续与升级版的星际马桶战斗 随着战斗的进行 我越来越意识到自己无法单打独作地击败他 当他用一击重击将我击退时 我注意到附近有一个熔岩坑 星际马桶向我冲来 我在最后一秒闪到一旁 用猛击将他打入熔岩池 强烈的高温彻底摧毁了星际马桶 神器从熔岩重担了出来 我抓住了他 获得了五颗额外的心和强化的泰坦盔甲 我转身发现公爵夫人突然出现在我面前 没等我攻击 他就用黑暗魔法对我施法 将我送入一个迷幻状态 第九十三天到第九十五天 我环步四周 意识到自己处在一个噩梦般的领域 我用腐化光束将噩梦击碎 只有我父亲的真实形态留了下来 我醒来回到了现实 第九十六天到第九十八天 我与联盟重新会合 我们集思广益 合作制定了最佳的攻击计划 无论我们想到什么 风险都很高 但我相信我们能够赢得胜利 计划制定好后 我四处分发食物和盔甲装备士兵 为即将到来的战斗做好准备 我还给一些武器附上了腐化的魔力 以增加他们的战斗力 随着战斗的临近 我们很快就有了一支联盟中的精锐部队 准备迎战太空马桶部队 第九十九天 我到达了太空马桶的基地 无数的太空马桶在那里等着我 带着士兵们我冲入战斗 我们在战场上与敌人正面交锋 战斗开始后 士兵们直接对抗太空马桶士兵 而我则在战场上四处奔跑 用其他攻击轻除较小的敌人 随着我们逐渐削弱太空马桶的力量 我们得以逐步推进进入敌人的领地 一个更大的守卫出现在我身后 给予了我一次重击 我们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我对他进行了猛烈的近战攻击 我们飞到空中然后坠落下来 幸运的是我能够依靠腐化攻击与他抗衡 然而每次他击中我 我都能感受到他比其他士兵强大得多 我们势均力敌 就在这时 之前的铅笔人从空中飞了下来 用重重的一锤击中了太空马桶守卫 把他打飞了出去 铅笔人拖住了太空马桶守卫 我则继续前进 朝着公爵夫人的房间进发 第一百天 我进入了公爵夫人的房间 他转身面对我 随即用他的多重激光 对我的身体进行了连环打击 这些攻击极其痛苦 我用吉他重击他 但他毫不在意 公爵夫人用毁灭性的激光攻击进行反击 给我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我突然召唤出所有力量 成功对他发动了一次 出其不意的吉他光束攻击 这次攻击足以让他陷入昏迷 当他虚弱时 我抓住机会进行致命一击 最终我用一次精准的吉他重击 结束了他的生命 赢得了战斗 随着公爵夫人的倒下 我终于松了一口气 因为我知道战争终于结束了 惨电视人女光融合 成为了闪耀的彩虹泰坦 接下来的一百天 我会以彩虹泰坦的身份生存下去 直到成为最强大的泰坦 阿旦能够阻止黑暗泰坦吞噬所有的颜色吗 你得看到最后才能知道 第一天 我作为一个电视人宝宝 在奇幻的彩虹岛出生了 我的父亲瞬间出现到我面前 儿子今天是你诞生的好日子 你将获得光的力量 来帮我们打败邪恶的黑暗泰坦 就在这时 大雨倾盆而下 一个黑色的传送门从地面升起 黑暗泰坦居然出现了 光的力量已经统治世界太久了 现在是时候该我掌控世界 黑暗泰坦话音刚落 就毫不犹豫地向我冲来 我的父亲挺身而出 打断了他的进攻 并召唤光之力 试图打倒黑暗泰坦 但意外的事还是发生了 黑暗泰坦趁机召唤黑暗射线 瞬间洞穿了我父亲的身体 爸爸你还好吗 儿子拿走我的力量 去保护我们的世界 父亲把他最后的力量传给了我 一股奇幻的力量涌入我的身体 我瞬间多了五颗星和新的力量 我进化成了彩虹宝宝 与此同时 黑暗泰坦再次偷袭杀死了他 不 一切都要结束了 我惊恐地看着这一切 最终 我绝望地跳入了黑洞 第二天 我幸运地躲进入了喷群 你无法逃离 因为黑暗无处不在 在黑暗的水底 由黑暗构成的触角从阴影长出 不停地攻击着我 我小心地躲避伤害 直到来到了水流境 我必无可避只能一跃而下 幸运的是 底部的小水池保护了我 但当我刚想离开时 无数的黑暗马桶从森林里爬了出来 切断了我所有后路 到了第三天 我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苦战中 一股奇妙的力量从我手中发出 我居然觉醒了泰坦的力量 很快 我就无视自通地学会了彩虹射性 可是他们的数量太多了 将我挤在角落里疯狂攻击我 就在这绝望时刻 一个画笔人突然出现 别担心我来帮助你 画笔人手持长棍直接跳进包围圈 只见他左右横跳 使用惊人的武术将黑暗马桶打得落花流水 眨眼间所有的敌人都被消灭了 我们快点离开这里 我跟着画笔人穿过地面 发现城市已经被吞噬了所有的颜色 到处都是令人窒息的黑暗 像霉军一样感染这个区域 走路小心点 如果你触摸到黑暗 就会变成僵尸 就在这时 一团黑色怪物从粘稠的黑暗中爬出 并迅速锁定了我们 第四到七天 我和画笔人正在躲避黑暗仆丛的追捕 直到我们进入了黑暗包围圈 这居然是断桥 根本没办法直接走过去 没办法 我们只能小心地跳上平台 但令我惊恐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那个仆丛居然可以跳入断桥下的年夜中 只是一瞬间 就闪现到画笔人面前 差点把我们撞入年夜中 幸运的是 我们还是齐心来到了对岸 我们继续奔跑 直到再次遇到了黑暗仆丛的伏击 当心 画笔人说完就被撞飞了 当他再次出现时 他的身体已经失去颜色 变成了灰色 我愤怒地使出彩虹光束干掉了坏蛋 但伤害已经无法挽回 你还好吗 我的时间不多了 我马上就要被腐蚀了 你现在快跟我来 我们再次踏上逃亡之旅 第八道试天 我跟着画笔人来到了一个山洞 而泰坦就在里面 我注意到他也被黑暗感染了 他的身体已经有一部分变成了灰色 看来你找到他了 你一直在找我 但为什么 泰坦画笔人挥动拳杖 然后我被带到了一个幻境 在上古神话中 只有彩虹泰坦能找到六个彩色胜权 只要激活他们 将会成为史上最强光之能量泰坦 足以击碎一切黑暗 请你一定要激活他们 拯救我们所有人 突然 黑暗的仆虫们再次出现了 他们两人的身体都很虚弱 所以我只能独自作战 就在我占据上风时 一个巨大的黑色怪物从天而降 愚蠢 你是逃不掉的 怪物撕开了一个黑洞 强大的漩涡就要把我吸走了 第十一到十四天 我就要完蛋了 当我即将被拉进黑洞时 我巧妙地将天花板上扎落了几块石头 掉落的碎石刚好关闭了黑洞 我们先拖住这家伙 我听了朋友的话并跑算出口 我拐了个弯 意外地跌入了洞穴 但在我意识到之前 我已经被困在了一个陌生的隧道中 更令我恐惧的是 马桶的声音正在逼近 马上抓到太坦 没有时间思考了 我必须马上转移 我拼命跑出黑暗的隧道 甩开了那些马桶 但很快我脚下突然出现一个大坑 我跌入了黑暗中 第十五到十七天 我将落在一个满是红石的洞穴里 而中间就是我要寻找的红色圣犬 我兴奋地朝建筑跑去 但当我仔细观察时 我发现水居然并没有流动 我仔细看了看 意识到有一种无形的能量挡住了水 击碎黑暗 我召唤彩虹之力驱散阴影 然而 黑石碎裂后居然出现了一个可怕的怪物 笨瓜我已经等你很久了 它毫不犹豫地向我释放暗影爆炸 密集的攻击几乎让我没有喘息的时间 我侥幸躲开后 趁机发射彩虹炮弹 但却毫无用处 不行 我必须要激活圣犬 我全速向圣犬跑去 但怪物只是一脚给我踹飞了 第十八到二十一天 泰坦花比人及时赶到了战场 滚出这里 它随手一拳就击退了怪物 就是现在 快去 我抓住机会 火速跳入圣犬 一股奇特的力量流入我的四肢百海 我进化成了真正的泰坦 还多了五颗星和泰坦之力 让你感受下真正的泰坦了 我跳入战场 一到彩虹激光就解决了怪物 突然 一种奇特的感觉永无心头 我再次被传送到一个幻象中 那是小时候的我和摄影人玩耍的画面 这怎么可能 第二十二到第二十五天 我继续躲藏 但却被摄影人发现了踪迹 小泰坦你要小心了 你还没有发挥出最大的能力 是的掌观 但总有一天我会成为最强的泰坦 我们继续在一起玩 直到我突然醒悟过来 我有一个最好的朋友 但他去哪里了 我怎么会忘了他 我必须找到他得到答案 他甚至可以帮我完成我的任务 就在这时 泰坦花比人痛苦的低下透露 该死 我再也抵挡不住 我看着他脸色渐渐暗淡 他的脸色突然变得灰白 他彻底被暗能量吞舍 必须消除颜色 黑暗使他变成了一个没有头脑的僵尸 他不由分说的向我攻暗 第二十六到二十八天 我被迫承受着泰坦花比人的打击 他已经彻底失控了 但我并不想伤害他 快醒醒 我是你的朋友 如果你能加入黑暗 我们可以再次成为朋友 他说完就一拳给我击飞了 我无法与他沟通 我得想想别的办法 我环顾四周 发现了一堵蜘蛛网墙 也许可以把它困住 我迅速跑向蜘蛛网 他紧跟着我撞进了陷阱中 黑暗 加入黑暗 我和抱歉 但我一定会来救你 就在这时 我注意到旁边掉落了一张地图 我毫不犹豫的把它捡了起来 也许地图上的东西能帮我治愈泰坦 我跟着地图走 直到我来到了一个被黑暗腐蚀的小镇 当我在探索时 意外的发现了一个洞穴 哈喽有人吗 突然间 一个黑暗马桶怪物 跳出来给我撞飞了 第二十九到第三十二天 我意外被怪物击飞 摔到了一个被黏液包围的平台上 而那个马桶怪物就站在我面前 看来我有客人了 他愤怒地向我释放黑暗炮弹 但这样的攻击对我来说太简单了 我轻松躲开后 只是一枪就中伤了他 就在我准备给他致命一击的时候 他狡猾的一拳被我击飞了 我正好被撞进了黏液中 黏液很快就侵蚀了我的身体 当我上岸时 我身体已经出现灰色了 该死 你该死 我愤怒地释放彩虹光束 一招就解决了马桶怪物 但危机仍然没有解除 如果我找不到解药 不只是化别人 连我也要完蛋了 就在这时 我看到了一张纸 我把它捡起来读了起来 这是一种治愈永久黑暗的方法 但这个配方需要用橙色圣泉 我回头望去 正好发现了橙色圣泉的泉水 于是我迅速出发了 第33到35天 我沿着橙色水滴的踪迹 直到进入了一个奇怪的洞穴 在最深处 我发现了寻找已久的橙色圣泉 但糟糕的是 有一个黑暗怪物守卫在这里 我小心地绕过怪物 想要偷偷摸摸地激活 但意外的是 我居然发现了圣泉里面有圣物在游泳 但当我回头看时 它已经不见了 更可怕的是 怪物居然转身发现了我 彩虹太坦 找到你了 怪物跳下来向我扑来 我被迫只能向后退 但它的速度太快 我还是受伤了 我迅速释放彩虹激光攻击 但被污染的身体 让我没办法稳定下来 我再次被击退 不行 我时间来不及了 我毫不犹豫地转身跳入圣泉 神奇的力量再次涌现 我进化成新的形态 多了五颗星和新的力量 随后我释放彩虹猛击干掉的怪物 就在我放松时 我突然感到一阵头晕 视线开始模糊 当我清醒时 我发现我再次来到了幻境 第36到第39天 我仿佛又回到了年轻的时候 我很快就遇到了 我儿时的朋友德瑞 黑鸭蛋 我有很酷的东西要给你看 这是什么 跟我来 我跟在德瑞后面 他带我去了一个地方 那里到处都是摇摇晃晃的马桶 这到底是什么鬼 我们的动静很快引起了马桶的诸物 入侵者 所有人抓住他们 我们害怕地向后跑去 但很快就被逼到了角落里 千军一发之际 我的父亲从天而降 干掉了所有的马桶 你们在干什么 德瑞在给我看一些很酷的东西罢了 是的我们只是在玩 玩 你以为这是个游戏 我跟你们说过一千遍了 那些生物有多危险 而你直接把我儿子引向他们 爸爸请对他宽容点 他可能会害死你儿子 我没想到我们会被发现 先生我很抱歉 省省吧 这里不欢迎你了 快走 泰坦之神强迫我的朋友德瑞离开 一瞬间后 我再次被拉回现实 无论如何我一定要找到我的朋友 然后我又收集了一些橙色泉水 并制作出一瓶治疗水 随后我就出发回去了 第四十到四十三天 我回到了之前的蜘蛛陷阱 而泰坦仍被困在那里 我立刻把解药倒在泰坦身上 一瞬间就驱散了所有的黑暗 我是怎么到这里来的 为什么我被这些网缠住了 你之前被黑暗侵蚀了 但我治好了你 然后我用我的彩虹光束能力 打破束缚泰坦的我 我很感谢 但你有更多的药水吗 我需要去拯救更多的人 当然我肯定会救你们 随后我又递给了他一堆治疗水 非常感谢你 我们所有人都会牢记你的救命之恩 但就在我们要离开的时候 我们居然发现了黑暗泰坦的声音 我们迅速隐蔽起来以免被发现 他朝我们这边瞥了一眼 但很快又继续往前走 他要去哪里 我先去拯救我的人民 你去追他 于是我和泰坦分道粮标了 很快 我跟踪着黑暗泰坦来到了一座彩虹桥前 而就在桥的终点 就是第三个圣权 我绝对不会允许有人误异我 只见黑暗泰坦发射出可怕的激光射击 将彩虹桥彻底击碎 然后他就离开了 哈哈笨蛋我可是会飞的 我迅速展开翅膀飞过断桥 但糟糕的是 我刚落地就遭到了马桶的伏击 第44到46天 我被一群黑暗马桶包围了 我试着用彩虹激光 把他们从空中打下来 但是他们躲开了 还朝我开火 可恶 这些东西真烦人 我迅速飞上半空 选择和他们进行空战 但意外还是发生了 在战斗中 我不小心被偷袭折断翅膀掉了下来 我操 还脱了 就在我以为要脸着地时 我的画笔人朋友突然出现 制作出一个平台拯救了我 你还好吗 还好 但圣权太高了 我翅膀也受伤了 我想我能帮你 但你只有一次机会 就在这时 画笔人拿出了一剂药水 然后把他扔向我 他立即生效 我开始向圣权的方向漂浮 第47到第50天 我挥动双翅飞向圣权 但就在这时 一个黑暗马桶在空中偷袭了我 差点把我打落 别碰他 画笔人生气地朝着马桶开跑 接连不断地攻击 让他无暇顾及我 我则趁机登顶圣权 随后我迅速跳进圣权 当我起身时 我再次获得了五颗星和新的力量 是时候向你展示太坦的真正力量 我狠狠地向下俯冲 一脚踹飞了马桶 它倒下时 我的视线又一次模糊了 我又进入了童年的幻境 第51到第54天 我再次回到了之前的幻境 小时候的我跟着我的朋友德瑞 进入黑暗森林中的一片空地 谢谢你来这里见我 这次绝对不要让你爸爸发现 当然 你现在当然是我最好的朋友了 你想给我看什么 我想我发现了能帮到我们的东西 它可以彻底毁灭那些臭马桶 看看这个 德瑞召唤出一个黑色魔法针 瞬间吸干了周围的所有颜色 它只是一台手 就摧毁了一棵大树 我天 我从没见过如此强大的力量 我扭头看向德瑞 却发现它身体的一部分变成了灰色 黑你还好吗 别担心 重要的是这种力量有多强大 只要我能解决那些马桶 你爸爸就得让我们和好了 真的可以吗 这似乎有点危险 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你了 但你却不同意 看来我们的友谊对你来说没那么重要 德瑞怒气冲冲的走了 而我则回到了现实 德瑞现在还好吗 我必须要找到它 于是我转身离开了 直到我到达了幻境里的森林 它周围都是警告标志 警告别人不要踏入 我不知道结局究竟会怎样 但我只想救回我的朋友 第55到第57天 我穿过黑暗的森林寻找线索 但很快 我就迷失在这可怕的森林中 我试图飞向半空 但一股奇特的力量将我打落 这片森林简直令人毛骨悚然 我必须快点了 我只好继续不行 但当我穿过森林时 我总感觉有人在暗中窥探我 谁在那儿 我透过怪木丛看到了一些东西 我害怕的尖叫着跑开了 我甚至没有看清怪物的模样 逃亡中 我甚至差点撞进了悬崖 就在这时 我身后突然传来怪物的嘶吼声 我能感觉到一个强大的怪物在向我逼近 第58到第61天 可怕的怪物瞬间撕碎周围的植物 出现在我面前 我试着为彩虹射击拦住他 但糟糕的是 只是一瞬间 他就躲开了攻击 他的速度太快了 我被迫只能选择逃开 而他则继续在身后死死的跟着我 我的体力在急速消耗着 于是我迅速把他引到之前的悬崖边 当他逼近时 我迅速飞向半空 他在地面愤怒的嘶吼 这时我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愚蠢的笨蛋 怪物愤怒的向我扑来 我立刻转身离开 而他摔进大坑摔死了 随后我跟着之前的记忆 找到了和德瑞相遇的魔法阵情 而这里已经彻底被黑暗覆盖 就在这时 一道光芒突然出现 然后就消失了 但我没能看清那是什么 没办法 我只能四处寻找着机关 突然 一个虚空兽从法阵中被召唤出来 第62到第64天 虚空兽强势向我袭来 强大的黑魔法逼我的连连后退 我立刻释放彩虹射线抵挡 但我却没办法锁定他 哈哈哈哈 你打不到我 我不信 我迅速向前挥剑 但意外的是 他居然能在魔法阵中随机传送 别动 你个怪物 我立刻挥剑刺向魔法阵 阻止他的传送 直到只剩最后一步 到这里来 黑洞突然出现在我头 瞬间把我吸进了另一个围堵 意外的是 我在这里居然发现了绿色圣权 笨蛋 我就在找圣权 我毫不犹豫的转身飞向圣权 我的身体瞬间长大 并多了五颗星和新的力量 哈哈哈哈 多谢你的飞洞了 我扭头飞向虚空兽 一招彩虹爆炸 就瞬间干掉了他 就在这时 我再次回到了幻境 第65到第67天 我发现自己又回到了童年时代 站在我面前的是我的爸爸 儿子你最近看起来很沮丧 你有什么烦恼吗 没什么没有问题啊 没有什么 我们的友谊对你来说 真的那么不重要吗 一瞬间 天空中乌云密布 恐惧瞬间占据了我的大毛 我看着德瑞出现在我面前 德瑞我已经放逐你了 那是你最大的错误 现在我要让你看看我真正的力量 话音刚落 德瑞就召唤出黑暗魔法系干了所有的色彩 德瑞快停下 不可能 太晚了 德瑞已经变异成了黑暗泰坦 并死死的盯着我父亲 哈哈哈哈 该我掌控世界了 随后他毫不犹豫的攻击我父亲 当我再次回到现实后 我的内心仍沉浸在恐惧的情绪中 我不敢相信 德瑞居然是黑暗泰坦 所以你终于想起来了吗 我转过身 看到德瑞在我面前 我还没来得及回话 就被打晕了 第68到第72天 我在一个笼子里醒来 黑暗泰坦就站在我面前 花了些时间 但我终于抓住你了 或者我该叫你老朋友 居然是你 德瑞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们曾经是朋友 别告诉我你已经忘记了 你和你父亲都把我放逐了 但你现在是黑暗泰坦 我并不想放逐你 但我父亲这么做是为了保护你 不 他是为了保护你 他不能忍受他的宝贝儿子可能受到伤害 即便我能拯救世界 但他还是放弃了我 德瑞这不是你真实的想法 是黑暗污染了你 我没有 都是你们的错 既然你们不忍 那我就推翻你们掌控世界 不要这样 我们是朋友啊 那我们就不再是朋友了 他转身启动开关 可怕的毒气从地面涌出 每一秒都离窒息更近一步 我必须要离开这路 我试着用剑攻击笼子 但他却纹丝不动 拜托我绝不能在这里倒下 我用尽最后的力气 释放一束彩虹爆炸 彻底炸穿玻璃 警笛声也随之响起 第73天到75天 在黑暗马桶包围之前 我先一步逃了出去 随后我立刻释放彩虹激光干掉追兵 但就在我离开时 我听到身后传来一个痛苦的声音 该死 有人遇到麻烦了 我追着声音来源 发现了一个被困的钻弓 于是我毫不犹豫地挥剑敲碎牢门 但就在我们逃亡之际 一个更大的黑暗马桶出现了 跟我来彩虹泰坦 钻弓迅速往地下挖 创造了一条逃生路线 我们很快就来到了山顶 谢谢你刚才帮我 请拿着这个 他递给我一张彩色圣权的地图 他在被命令守卫圣权 我希望你能救他 我一定会救回他 随后我立刻转身离开 第76到79天 我跟着地图走 很快就找到了下一个彩色圣权 泰坦钻弓就守卫在那里 我默默地移动着 带着我的治疗水偷偷接近泰坦钻弓 但当我扔下治疗水后 令我恐惧的是 他居然毫无反应 泰坦钻弓这时也发现了我 他二话不说就向我攻篮 我被迫开始反击 我尝试释放彩虹激光 他反应很快的顿地躲开 并迅速来到我背后 一钻头给我囊飞了 当他准备结束我时 我及时跳开 导致他击中电线 彻底被电晕了 干得漂亮 我毫不犹豫地跳进圣权 接受力量的洗礼 我再次多了五颗星和新的治疗术 当钻弓反应过来向我哭来时 我成功把解药扔给他 他找回了失去的自己 我天太感谢了 但我的盟友们仍在被控制中 也担心 我一定会救回他们 于是我就出发了 第八十到八十三天 我来了盟友们被困的地方 我偷偷摸摸走到外墙 发现他们都被污染了 甚至被关在笼子里 我愤怒的灰剑冲破大门 但意外的是 我居然打不动 这时我发现旁边一条彩虹路径 我毫不犹豫地跳了上去 很快 我就在镜头找到了钥匙 笨蛋这是我的 马桶抢走了钥匙 第八十四天到八十六天 马桶的速度很快 但我更快地释放彩虹墙拦住了他 他说要给他一桶金子 才能还给我钥匙 就没见过这么贪财的马桶 我立即转身飞向半空 很快我就找到了一个采石场 更是运气好的找到了金矿 这不运气没水了 我毫不犹豫释放彩虹光束彩虹 只是眨眼间 我就有了成敦的金块 最终融合成一块金子 于是我立刻回去交给了马桶 谢谢你的金矿了 哈 CG 我立刻转身 马桶趁机拿着金矿扑溜 我回过神后立刻释放攻击干掉了他 我也找回了金钥匙 随后我带着金钥匙回到大门前 终于打开了那扇门 第87天到89天 我释放彩虹光束摧毁了所有的笼子 你们还好吗 我们这里还可以 但我们的同胞还被困在里面 我立刻转身深入 很快就找到了被关押的同胞 意外的还发现了紫色圣泉 但当我准备接近圣泉时 警笛的声音响彻基地 所有的笼子在一瞬间被打开 那些被污染的同胞们向我逼近 干掉彩虹太太 我天他们都被控制了 我根本不敢伤害他们 只能后退着向他们扔治疗水 但意外的是 治疗水居然失效了 现在只有最后的紫色圣泉了 我立刻转身跑去 泰坦时中人却拦住了我 他甚至也被污染了 清除清除清除 第九十到第九十二天 我面临着有史以来最艰险的战斗 泰坦时中人的力量太强了 紧密的攻击让我喘不过气 他甚至还能发射加克林 没办法 我只能再次跑向圣泉 但只是一瞬间 泰坦时中人发挥空间之力 扭转时空 我再次回到他面前 他一脚给我揣到了圣泉边 他试图再次攻击我 但我正好跳到了圣泉里 可不得力量再次涌入我的身体 我多了五颗星和新的治愈能力 你这样的颜色可不好看 我把新的治疗水扔向泰坦时中人 他终于恢复了意识 我好像做了一个很长的梦 梦见我变成了黑色 哈哈哈哈那恐怕不是梦 随后我带着时中人一起治愈其他同胞 很快所有人都恢复了颜色 打败他 但他曾经是我的朋友 一定有办法能救他 你父亲总是有办法 也许你该看看有没有落下什么东西 也许你是对的 我想是时候回家看看 第九十三天到第九十五天 我回到了记忆中的家 天空雾蒙蒙的 我的心也是雾蒙蒙的 这里的一切都失去了颜色 被飞暗腐蚀 我仔细搜查着 很快就发现了一个巨大的传送门 我的直觉告诉我 我的父亲在里面给我留了什么 很快我就在附近发现了一个彩色插槽 我释放彩虹激光点亮他 传送门也终于出现了色彩 我小心的走进去 发现中心有一个巨型彩球 我像是受到了某种古魄 不由自主的接近彩球 我被拉入了幻境 第九十六天到九十八天 我来到了一个纯粹的光之国 我环顾四周 却发现我的父亲出现在我身后 你能出现在这里 看来你已经激活了所有圣权 爸爸我现在知道真相了 黑暗泰坦曾经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怎么不记得了 只有激活圣权我才能看到过去 之前在我和黑暗泰坦战斗中 你被击中头部重伤失去记忆 是圣权治愈了你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德瑞是我的朋友 复仇是我的不是你的儿子 我希望你不要被复仇蒙蔽 如果当初我有更好的处理方式 他也不会黑花 那我现在怎么办 父亲并没有回答 而是向我注入纯净的光之力 我再次多了五颗星和神圣之光 你现在拥有了光与彩虹的结合力了 用它来拯救黑暗泰坦 我爱你儿子 我也爱你爸爸 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第九十九天 我到达了目的地 这里已经完全被黑暗吞射了 地面排斥着大量的黑暗马桶 是时候向他们展示我真正的力量 我一跃而起冲入了马桶去 使用彩虹力量向他们发起了攻击 在我强大的彩虹光束下 所有的马桶瞬间都被蒸发了 我还没有来得及庆祝 一股黑暗能量偷袭了我 是黑暗泰坦 有其腹必有棋子 我必须把你们两个都消灭 黑暗泰坦释放了一个黑洞 将我带到了另一个围 第一百天 我和黑暗泰坦正在互相对峙 德瑞现在收手还来得及 一切都晚了 我曾经相当一个好人 可是你的父亲没有给过我计划 德瑞说完就冲向了我 他使用拳头狠狠地攻击我 抱歉了朋友 为了联盟我必须打败你 我一跃而起躲过了德瑞的黑暗激光 然后发射彩虹光束袭击了他 但是愤怒已经冲昏了德瑞的头脑 在他的疯狂攻击下 我被逼到了悬崖边 我会消灭你 就像消灭你父亲那样 给我闭嘴 彩虹的力量瞬间在我体能爆发 我一剑打飞了德瑞 然后使用彩虹光束使他虚弱不堪 我怀着复仇的心情飞向他 知道我可以结束他的生命 但后来我想起了我爸爸说的话 不 我不想复仇 我想要回我的朋友 我把解药扔给他了 他缩小到原来的样子 就在这样 世界又恢复了色彩 我从没想过我还会有这种感觉 你救了我 彩虹太太 为了我最好的朋友什么都可以